寶导报道我来报告 我是报告人杰文吉 大家好 前一阵子马英九帅了台湾的学生 跟他一起到大陆返先祭祖 并到大陆各地参观访问 台湾这边的民意 几乎一面倒的支持马英九 这次的探军之旅 认为他这样做 对于现在紧张的两岸关系 的和缓有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台湾的受访民众 也认为九二共识 才是解决两岸目前僵局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交流的学生 回来也非常肯定 这一次跟随马英九到大陆 各地参访 认为两岸同温同种 进一步加强合作 进一步互动 是有必要的 而且现在 真正有必要采取措施 来促进两岸的和平 不要让民进党的这种台独的措施 让两岸走向兵凶战危 当时马英九去大陆的时候 他就说了 我也要邀请五十名大陆各个大学的学生 到台湾来访问 马英九言出必信 回来以后 他就开始进行这种作业 可是照目前台湾的规定 这种大陆的这种团 进团出的这种 这种邀访必须要跟主管单位 所谓的陆委会提出申请 事实上 马英九还没有提出申请 陆委会就已经先发自然 爱人地理 放冷箭 没有善意 只有恶意 他说这个问题 现阶段的两岸关系 是有帮助呢 还是没有帮助 那么我们要重严的来审核 这种情况下 这种访问 对台湾两岸的情势有帮助吗 然后呢 私底下又跟马英九放话说 你不必来申请 这个不会同意的 马英九立刻要求 要跟现在的陆委会的负责人 邱泰山 当面来质问说 为什么不能来 那你们表面上希望什么 两岸关系怎么样 要对话 两岸关系要合法 不是说假的吗 陆委会仍然一意孤行 那个邱泰山 而且跟马英九讲说 哎呀这个事情不是我主管的 为你找我也没用 你不必来看我 所以呢 不但说给马英九碰了一个软钉子 也给了一个硬钉子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不要来提出申请 是不会准的 陆委会为什么 连大陆的学生来台湾访问 他们都怕 显然 民进党嘴上说的 希望两岸多交流 希望两岸之间 这个互相加强了解互动 这些讲的 根本是假话 民进党讲的话 通通到了实际在考验时代 都没有办法怎么兑现 蔡英文也公开多次讲过了 他说后疫情时代两岸要进行永续交流 和平那是两岸唯一的选项 讲得很好听 那我们到实际上 只是50名大学生 大陆的大学生到台湾访问 你都要卡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他基本上就是在选举 因为他在这个选举的时刻 他靠的基本教义是什么 就是跟大陆对抗 就是跟什么 大陆什么 死磕 这样才能获得他的 这些基本群众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在国际的上面来讲的话 民进党一点都不愿意 让美国人或者国际社会认为 两岸是有友好 有和平 有互相正面交流互动的机会 他把档案之间搞成一种零和游戏 坚强的对抗 这样美国也好 或者美国的这些 胡群狗党的国家也好 才会支持蔡英文 把这些不管是政治上的也好 外事上的也好 军事上的好处 来分给他们 如果蔡英文今天愿意 做和平的互动的话 那么可能他过去 营造的这一项两岸之间 兵凶战围 以换取国际社会同情的 这个整个的策略 就破功了 所以蔡英文跟民进党 根本就从打心里 就不希望两岸和平 就不希望两岸永续交流 更不要说两岸之间有什么 实质 双方有力的互动 两岸的和平 两岸的发展 两岸的整合 今天很清楚 最大的敌人就是 在台湾目前掌握执政的民进党机构 跟他们的这些 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民进党今天 在台湾跟台湾的对两岸关系 希望和平发展 这个主流民意 已经越来越偏离了 从这次马英九 邀请50名大陆学生 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 都被民进党当局 不管台湾民意如何看 断然拒绝 我想我们从中学到的一些教训 我觉得两岸交流非常重要 不能因为民进党的反对 民进党的作梗 我们就不推动 越是民进党反对的事情 想要作梗 越要积极推动 因为这个是对他最好的一种什么 还击 民进党在选举上又出损招了 那么这一次是用技术性的方式 有不少台商因为疫情期间 长期在大陆未返台 导致户籍被迁出 近期有些台商跟台湾海基会 表达意见 希望反台投票 台湾海基会表示 必须在今年7月13号以前 完成恢复户籍登记 才可以投票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怕的是什么 跟大陆有过实际接触 或在大陆工作 求学或者经商的 很多台湾人 基本上对大陆都没有什么恶感 因为大陆把台湾人当做自己人 所以不但没有排斥 而且我的感觉是特别的亲切 我也刚从大陆交流回来 我有一点蛮感动的 就是大陆不管一般的老百姓 还有这个公务人员 对台湾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置 内心里面的一种欢迎 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血浓与水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特别在强调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种感觉 所以在大陆的台商 当然当然希望是希望两岸能够尽早怎么样 走出目前这个紧张的状态 那么希望两岸和平发展 最后然后整合融合 那可是民进党基本上知道 这些在大陆的台商 因为跟大陆有实际的接触 他们是比较支持大陆 跟大陆怎么样和平相处 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台独党 他基本上在台湾内部 就不断煽动台湾人民仇视大陆 他们知道这些台商投票 绝大多数不会投给民进党 所以既然不是他的支持者 他就要想尽办法 让你回不了台湾 投票权是台商在台湾的基本权利 他没有办法可以限制 可是台湾有一套制度叫户籍制度 也就是说你没有户籍 你户籍被除籍 你要重新恢复 你恢复了一段时间 你才可以投票 你才可以享受这个 所谓的健保这些权利 所以这个户籍制度 在台湾 民进党是把它越改越严 比如说你过去离开台湾 十年 你才会被除籍 后来民进党给他八年 一步一步 现在可能中间 你有两年没有回台湾 对不起 我就把你户籍给除了 虽然你还有拥有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 这个好 可是你的户籍被除籍以后 你的权利就受损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台商可能有两三年都没有回台湾 没有回台湾以后 照现行的规定的话 他的户籍就被所谓成除籍 也就是户籍就没有了 那他除非本人回来去办理恢复户籍 要不然他就没有户籍 没有户籍就不能投票 而且你不是恢复了户籍立刻可以投票 你要等六个月 你才能够有投票权 这个规定是越来越严 这个恢复户籍要得时间越来越长 这为什么 就是故意在卡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台商 那大陆的台商回数非常的多 所以呢民进党基本上 嘴巴上和民主进步 可是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因为他现在掌权了 规定由他来定 所以这个规定只要对他有利 他就怎么定 怎么对他的对手不利 他就怎么定 所以呢今天这个投票事情 还没有投票 你看民进党就处心激励 设法让在大陆的台商 无法回台湾投票 或者他的投票权呢 事实上呢没有办法怎么样恢复 事实上很多台商确实是没办法回来 对不对 那他再怎么讲 也会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台湾来讲呢 什么民主 什么法治 缺点太多了 只要这个为政者 或者民进党当局 他有心要做偏颇的这种措施 有心去打击他的敌对方式 他有的是办法 不要真相信 这些台湾什么政治制度 又民主又选举 基本上民进党掌握了台湾的政治机器以后 台湾什么都在退步 每一项都在退步 今年前三个月 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是负3.02 全世界跌了那么多的地方不多 那也就是说 在民进党的胡作非为下 现在台湾什么都在退步 经济成长都可以给你倒退3.02了 那用技术性的方法掌握规定 决定这个行政规定的这个权利 来卡你台商 不让你台商回来投票给国民党 或者回来投票给不投给民进党 他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民进党在这个选务上作弊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怀疑 因为过去台湾有一个所谓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他都有什么中立人士来主持 只有蔡英文上台以后 民进党的一个政客出来主管这个中央委员会 这个尤为过去台湾的政治惯例 然后这一次很多选举都各地传出来弊案 民进党都怎么样 都冲耳不稳 大家都在说要严格监督 民进党在重要选举里面作票 或者作弊 或者说用这种电子的方式来灌票 现在比如说他针对台商的这种限制措施 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反对党出来 有力的来进行反击 所以这只会让民进党为非作歹 变本加厉 他们现在就是说 根本不管台湾2300万老百姓的死活 跟美国人合作把台湾送入战争 他都在说不惜啊 他有真正替台湾人的这个着想吗 没有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 这个民进党对台湾的伤害 千万不要低估民进党 这一群狐群狗党 藏污纳垢 为非作歹 然后呢 鸡鸣狗道之土 他对两岸关系走向正轨的破坏能力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 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最近在日本 露出来的一些马脚 就是啊 亲日软骨的马脚 台湾的这个领导人选举很奇怪的 这些啊 候选人呢 不在岛内呢 好好的征求民众的支持 很喜欢去访问 然后呢 最喜欢去的就是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好像说啊 你想要变成领导人啊 不是台湾人老百姓讲的算耶 好像美国人讲的才算 日本人讲的才算一样 我认为啊 就是一种啊 缺乏信心 然后呢 根本搞不清楚啊 自己该采取什么立场的一个啊 一个政治 政治环境 政治文化 这是很可悲的 台湾啊 一天到晚要尊严 可是呢 做出来的事情呢 都是不要尊严的事情 比如说 这次柯文哲 一天到晚 把自己讲的自己 好跟圣人一样 到日本以后 NHK 设了一个局 他就往坑里就跳出来 马上怎么样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NHK访问他说 钓鱼台到底是谁的啊 结果呢 柯文哲怎么回答 柯文哲说 我们这些渔民 这个宜兰的渔民 他们不是跟你们要土地啊 他们要的只是在钓鱼的权利啊 在附近捕鱼的权利啊 这句话一讲的话 渲染大波 柯文哲后来讲说 你们断章其余我不是这意思 掉出来以后 华文就这样说 岛内一片骂声 说 土地不是你的 你哪有捕鱼的权利啊 你不是在做梦吗 你书读到哪里去啊 那请问你说 我们宜兰的渔民要的不是土地 你说是哪一个渔民讲的 子民道姓是哪一个渔民讲的 就是你自己胡扯 马英九跟日本签了一个 所谓的渔业协定 然后里面的原则很简单 是搁置主权争议啊 没有说土地不要土地啊 只是说这件事情我跟日本有争议 可是我们大家先把它搁置一边 那日本因为理亏啊 所以就说台湾渔民在那边有捕鱼的权利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柯文哲完全是一个外交的白痴 跟外交的一个门外汉 你可以很重新讲啊 我们不是有渔业协定吗 就照渔业协定处理就好啦 渔业协定的原则就是 搁置主权争议 双方共享渔业资源 就这么简单了 这个议题就这样带过 结果居然在日本人面前 你是觉得讨好日本人机会不够吗 居然说我们不要土地 意思是说什么 土地是你日本的吗 所以很多在台湾的报纸说 又犯了对日软骨症 我跟你讲不是软骨症 他看到日本人就想跪下来 台湾就是有这么一批没有骨气的人 天天把日本当做自己的爸爸 当做自己的爷爷在伺候吗 心态上就低人一本 一点尊严都没有 一点骨气都没有 到了日本就说 钓鱼台不是我们的 钓鱼台是日本的 还有一些台独分子 也一向持有这个论点 为什么 钓鱼台的送给日本人 祈求日本人来支持台独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柯文哲 嘴巴 舌颤莲花 东讲西讲 自己讲的多了不起 好像不是出的英雄 光这一点 他的形象在台湾就已经破灭了 柯文哲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他现在为了选举 只要能够划众取宗 只要能够骗到选票的这些所谓的 这些很奇怪的点子 他都会讲 他天天在批评网军 他批评民进党网军 可是呢 他现在又要用 自己要成立网军 你说这种网军 基本上都是鸡鸣狗盗 这种作为 你就可以看出来 柯文哲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更没有什么道德的底线 也更不要说有什么能力了 而过去呢 民进党从来没有 公开攻击柯文哲 因为他们认为 柯文哲抢的票大部分是懒的 让柯文哲 让他继续壮大 把国民党一起的票都抢走 可是呢 最近呢 柯文哲事实上 他们发觉不对了 台湾发生了一些性骚扰案 这个性骚扰案 发觉民进党的年轻的党工高官 居然站在加害者的立场 来继续霸凌 他们自己党部里面 年轻小党工的 那些受害者 跟着加害者 因为为什么 要政治正确 要去拍马屁那些上面的人 有背景的人 有政治事业 所以来打压自己的这些年轻小党 造成什么 民进党在年轻选命里面 一片黑 很多所谓的太阳花世代 什么世代 这些青绿的 这些小绿绿们 现在怎么样 通通跟民进党怎么样 割席而做 可是他们也不去支持国民党 都跑去支持柯批了 所以柯批声势越来越大 那现在呢 而且抢的票呢 都抢的绿的 所以这一次 虽然民进党跟柯批是一样 就是舔日贵日的 长期惯犯 他也开始来批判 也不是为了真正说 要说清楚 掉一台到底属于谁 而是借这个机会 也开始攻击柯批了 所以现在 我觉得 民进党内部 现在已经转风向了 将来你会看到 民进党出来跟柯 之间对决的 这种事情 两边怎么样 狗咬狗就开始了 我想今后你会看到 更多 民进党跟柯批之间的 狗咬狗的这种 场合越来越多 所以呢 台湾的所谓的选举 没有什么是非 没有什么理念 基本上就是干什么 就是争权夺利 然后得了权以后干什么呢 阿猫阿狗就来吃 台湾的老百姓的纳税钱 运用权利呢 然后呢 夺取更多的资源 就是如此而已 台湾的政治 一点都不值得 我们觉得有什么 面上有光的